哈喽大家好,我是尼克奇谷 这不是我录的第一支视频,但是这是我打算上传的第一支视频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如何治疗自己的过敏 先介绍一下我的肤质,我是干皮 轻微敏感,坐标,这次过敏是在洛尔本过的敏 所以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可能是刚来水土物浮加上长途飞机,坐西不太好 来了之后脸上就开始长痘痘,我本身是那种极难长痘痘的复制 都长痘痘了,我就还挺慌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就是怎么样都不好,什么就是大家推荐的那些方法 什么湿敷啊,敷紫苏水敷什么的都不好用 然后我就并急乱投医,我就去买了一管这个,就是在澳洲特别火的星期四农场这个牌子的茶树精油的那种的膏 这个梨,但是它涂在脸上之后会变成油 这个味道非常的浓,就是涂在脸上的话,就是会持续的能闻到 并且不是什么太好闻的味道,有点类似柠檬,但是比那个要再重一些 然后我确实感觉到我的痘痘有一点点瘪下去了 但是,就因为它涂了它两天之后,我的脸就彻底过敏了 其实我觉得原因可能不只是因为这个产品 只是说可能之前我就为了让痘痘消下去,我就可能太折腾我的脸了 敏感皮肤的同学们真的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过度折腾自己的脸 我觉得我过敏除了因为用这个可能太刺激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总用化妆棉,我每天就是很多步骤都会用到化妆棉 我觉得擦来擦去擦来擦去,我的脚质层也变得非常的不健康了 像我本身用戴科的那个牛油果乳液就是用化妆棉擦 然后可能有的时候卸妆还用胶原稻的卸妆液也用化妆棉擦 就是皮肤其实是挺受不了的 我过敏的原因说完了,我们说一下我过敏是怎么克服我过敏的 这个产品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吧 这个就是Origius的蘑菇水 我真的很感谢这瓶产品 它的价格其实我觉得在现在的护肤品里面价位已经算是比较亲民的了 而且这瓶水的话,只是说你过敏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它的好 你平时用的话可能就没什么感觉了 我非常喜欢这瓶水,它已经拯救了两次我的过敏 把我的皮肤从过敏当中拯救出来 之前一次过敏是用FK2的产品过敏 这一次过敏应该就是星期四农场和化妆棉摩擦导致的 我就我是怎么用呢 我过敏之后我发现我擦什么都刺激 什么都擦不了 越擦越严重 然后我就用清水洗脸 然后多拍几次这个 两天的时间 我过敏的症状就缓解了很多很多 基本上已经不过敏了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过敏的症状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之前我第一次也不能说第一次 反正就是我之前都不太清楚到底什么是过敏 过敏和皮肤状态不好是两回事 是我感觉我的过敏症状是脸会泛红 而且会刺痛摸起来很粗糙 感觉每个毛孔都凸起来了 成片成片的凸起 反正就是非常难受 就算是感觉不到它有多疼 但是照镜子的时候还是会感觉自己整个皮肤都变得超级粗糙 暗沉泛红 这就是我过敏的症状 然后我就用它两天就好了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过敏症状如果用蘑菇水得到缓解之后 你还要怎么过渡一下再回到你日常的那种后肤步骤 我很推荐这两款产品给大家 但是我这个是套装里面的 因为正常买一个这个症状也挺贵的 我也不确定它到底适不适合我 所以我就 我就还挺喜欢买这种套装里面的中药 我觉得非常的温和 但是我这次它正常是那种用化妆棉擦乳再擦水 但是因为我感觉我之前过敏就是因为我化妆棉总擦导致的 所以我就是直接用手上乳液 然后再拍水 然后我第一天是这样头感觉 然后上底妆我就没有上防晒 因为我觉得防晒也都是我的防晒都是化学防晒 都还挺刺激的 我就没有上防晒 直接上了CPV的亮润粉霜 我也就是皮肤状态也没有变得不好 就感觉我真的完全从过敏的状态走出来了 然后第二天我就感觉 不可能说你大部分处理过敏 刚好你就乱擦 我就还是擦了这戴科的白痰系列之后 擦了这个戴科的AG防晒 这瓶防晒我已经用的马上马上就要空瓶了 用了很久 我刚开始用的时候非常喜欢 觉得就是很水润 然后也不是很油腻 也不会拔干 然后我用它也没有晒黑 但是可能一管用下去之后就很腻很腻了 就想换 但是就是你这种皮肤刚刚回到稳定状态 还不想太刺激说用这些已经用惯了的产品 反而更好 这就是我的如何克服过敏的分享 希望会对大家有帮助 主要就是几点就是 脚趾层比较薄的同学们 不要频繁使用晃露棉擦拭自己的皮肤 再就是如果脸上起痘痘的话 最好只是找一个方法 多用几天不要又是湿浮 又是去痘痘药又是各种去角质什么的 就是不要频繁更换太多的后腹步骤 再就是选一款真真正正的 让你皮肤稳定的化妆水 而且这段时间最好是用清水系列 或者是用非常非常温和的洁面产品系列 再就是刚刚从过敏状态调整过来的时候 尽量选择一套有修复效果又很温和的产品来过度 用一些自己皮肤已经非常适用的产品 会对过敏的过度气有帮助 希望这支视频会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